不过现在的arm loan可以做吗 里面也没有什么陷阱 arm loan是可以做的 尤其现在市场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的 因为现在比如说arm loan的话 一般以前的话 大部分用的就是外国人进行贷款 外国人贷款它本身利率比较高嘛 所以它会为了一开始的时候 让你看见觉得这个利率不是太高 它一般有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固定期 然后之后是浮动利率 那现在市场上即使是自住房 美国本地人购买房的自住房的利率也很高了 所以很多这个贷款银行会推出这种arm loan 也就是说这种利率 它一般是有一定的固定期 然后之后是浮动的 它分担到30年 比如说30年之内 然后前三年是固定利率 或者前五年 它固定的时间越短 你可能利率会越低 然后因为是你冒的风险会越大 那七年的话 它就要比三年的固定利率 它要整体要高一些 那所以会有一些人的话 觉得这个整个美联储假期 不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那可能三年之后利率就会有所下调 所以它先做一个三年的固定期 比如现在固定期 可能三年的固定期的话 可以做到5.25 5.5 那等了三年之后 利率下来之后 它再重新做refinance 一般这种arm loan的话 它没有发金 你可以提前还贷 就是说你 比如说三年 那我两年就还贷了 还好 把它还上 然后重新做贷款 这样的话 可以降低你现在 现阶段的这个利率 降低你现阶段的 每个月的还款的费用 对于这些没有房子 进行自住房的这个买家 还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现在这个房市的话 它的租房价格太高了 因为房租价格一直都没有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买房还是比较划算的 像之前的话 同样在一年前 我们说一年半前吧 同样的 或者那个面积 可能租了两千三 现在只要租到三千三 因为涨幅达到 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种情况下 你去买房的话 你每个月的收付款 每个月的月供 还是低于这个租金的 这样算起来还是划算的 而且现在的arm loan呢 可以convert 也就是可以转换 比如说你到第三年的时候 快结束 固定期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直接转换 成三十年的固定利率 如果那个时候利率比较低 你可以直接把它转 这种的贷款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费用比 你做refinite的存贷 它的手续费要低很多 也就是说你再转换成固定利率 直接从一个同一个lander 把它转成这种固定利率 它一般可能只收几百块钱的一个手续费 而你要如果做存贷的话 可能涉及到购物公司的费用 设计这个交替税 交所有各种的税务 那要可能几千大 几千块钱下去了 所以完全可以考虑这种arm loan 所以现在市场上贷款的 它的各种项目还是蛮多的 如果真的想去买房子 找到自己比较新银的房子 现在的贷款利率 还是可以考虑的 不是说有高到很吓人的状态 还是比较 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21世纪房产经济 扫描加关注 了解更多奥兰多房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